开启ELEVATOR SOGA首页 直接是CHALLENGE1的关卡挑战 这个挑战是要逐步写出有效率的电梯程式 CHALLENGE1要在60秒内运送15人次 这个绿色框框是电梯 后面灰色背景是成容 这里0对应到正列的索引值0 就简单称0楼 然后1楼 2楼等等 最右侧这里深灰色背景是计算结果 下方这里是JavaScript程式码的部分 简单说就是直接上方InitFunction或是下方UpdateFunction 大家都只需要调整InitFunction里面的程式码 这里有两个参数 ELEVATORS为电梯的阵列 CHALLENGE1只有一个电梯后续关卡会增加电梯数量 FLOWS是层楼数 下面这个ELEVATORS取得ELEVATORS除以值0的元素 也就是画面中的电梯 接下来ELEVATORS呼叫ON 第一个参数字串IDLE表示电梯的预设模式 这次会自动回到0楼 后面的Function表示电梯的动作 从0楼开始到1楼继续加入到2楼的程式码 到2楼后就会直接回到0楼 继续点击右下角的Apply 可以看到程式码模拟执行的情况 不到1分钟就成功 继续点击Next Challenge到下一个挑战 Challenge 2要在1分钟内预售20人次 然后多了2层楼 这边加入抵达3楼跟4楼 结果失败 这时候就要调整演算法 调整演算法可以从Documentation这里 看到游戏的教学跟API 因此可以利用API去调整演算法 让程式可以通过挑战 学程式也是这样 学会基本语法后 接下来开发程式就要学会API 只是只学语法很无聊也很琐碎 因此初学者教材大都是边学语法边学API 大量练习才是学会写程式的关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